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编男人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这一期呢 可以给大家来确定一件事情 因为就是美国的国务院 已经正式回应了他们 这个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就是串台这件事情 那么从他的这个回应当中来看呢 我们可以确定 大概率他会去串台了 然后呢 四月份 美国韩国日本的房长 对对参谋长 参谋长不是房长 房长是军政系统 就军民系统的房长 那个参谋长 他们要到夏威夷去开会 这个里面呢 就等于说 好像要密谋些什么事情 所以说呢 2023年台海这个地方的爆点啊 我个人感觉会是在今年会爆 因为现在的这个形势 非常的凶险了啊 那么在这里呢 我想再提醒一点 你在美国的 在加拿大的 你在这些昂萨国家 跟西方国家的 如果你是非 那边国籍的中国人 我建议可以差不多要撤了 或者说把你钱赶紧赶紧转移走啊 转移回国内 或者说在什么其他的什么什么地方 你自己想看了办啊 这个金融里面的东西 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啊 你想办法怎么去规避 我个人感觉 他们呢 现在在这个 跟中国的官方的这个脱钩啊 是不太可能的 但可能会大规模的收缴你们的钱 就像俄罗斯打乌克兰 把所有俄罗斯的 包括你看 已经不是俄罗斯国籍的 这个阿波拉莫维奇 也就是什么 阿布切尔西老板 他把切尔西交出来 直接就这样抢劫的 很多在西方的俄罗斯人 包括之前 更过分的是 把很多俄罗斯的艺术品 俄罗斯的商品都给扣押了 冲攻了 所以说 我为什么讲 最近尤其是这两天 如果你还没有醒悟的 那你就随你的便了 因为我说过 我比较关心在加州的网友 这边是我主要的订户的 因为在美国是这样子 在加州啊 大部分网友啊 还是比较爱国的 那么很多人说 还有一个地方 也是中国人聚集地 那个地方是 纽约州的法拉盛 我说法拉盛啊 比如说 它那个昆斯区 那个是著名的 就是东西岸 有两个窝点 一个窝点就是 法拉盛的这个昆斯区 那边的很多那些 就是主要是什么 恨国党的聚集地 就在纽约州 法拉盛那边 你去看 很多在网上啊 做反贼节目的 几乎都聚集在那一带 很多呢 他生活在那个地下室里面的 然后呢 加州这个地方的 一个窝点 也是当年 就台湾人先过来 当拓荒牛的 就是这个 蒙特利 帕克 就是这个城市 这次发生枪击案的 这个事情 其中呢 现在正式有两名台 台籍啊 就是 就是说那个 他没有加入到 这个美国国籍 他就是这样 发现台湾人啊 他就是被 被那个 被那个 怎么 被那个 毙掉了啊 所以说呢 台湾你看到今天 到现在才刚刚啊 因为美国那边 好像公布了啊 他在这边说 但是在一开始 他们的媒体 就知道这里面 有台湾人 所以这个事情呢 对他们来讲 是很丢人的一个事情 因为你每天跪舔西方 抱美国大腿 天天就美国这好 美国那好 我曾经啊 所以我说 我曾经有两个台湾牛啊 一个呢 是在那个 呃 Georgia 就是亚特兰大 那那那边的 亚特兰大也是美国一个 比较 就东南部的一个 算是一个中心吧 对吧 在美国应该很很清楚啊 那边很多大企业 都是在那边 总部都是在那边的 而且好像 亚特兰大飞机场是 全球最繁忙的飞机场 那然后呢 他在中国大陆啊 那个时候 也是疫情 疫情时候 交往的嘛 啊 大概也也就 也就没多久 两三个月吧 就就就就就 就白白了 呃 他呢 就是在这边呢 他领的 就是高薪 他是在一家 这个 这个 台湾人开种整形医院 比较多嘛 在这个里面上班 那他也是 不打这个 中国大陆疫苗 他要打美美国的那个 他想要去 回美国去打 那个疫苗 然后呢 还在这边呢 赚钱说 要到美国那边买房子 啊 我的房子的梦想 啊 怎么怎么样 呃 也是美国怎么怎么好 美国这好那好啊 那就是像什么 工 像宫店一样的 啊 像宫店一样的 还有一个 之前有一个 啊 有有有一个台湾的一个 在这边台湾学校里面 当老师的啊 也是 也是啊 有交往啊 他呢 在底特律 底特律 下面是不是有一个 在美国的网友 或者去美国留学的 是不是底特律下面 有一个城市 那边好像 就是华人比较多 在那边留学的 这就是两个字 叫什么 我当时说 我说 哎 我说底特律不是 已经变成铁锈带了吗 已经那个 汽车产业都崩了吗 我说 那个城市 会不会 现在都没什么人 他就跟我急 拍桌子 在咖啡厅里面 他妈 搞得我很尴尬 拍桌子 然后说 你干什么 你怎么能够这样子 说美国 说别的国家 他就是很好 啊 那是我留学的地方 他就是很很棒 底特律就是很好 搞得然后 那个咖啡馆的人 都都都都都都都 都都都都都都 都都都都都都都 都都都都看我 搞得我当时 那个头像 转到转到老兵 脸皮算厚啊 但但我真的 被他那样子搞 因为很很尴尬 然后本来 大家在聊天 他说的事情 突然间很大 啊 然后然后 然后然后 然后就就这样 就是说 因为要去维护美国 而搞而在就是 搞得大家都很尴尬 就是说 我没想到说 台湾的精神状态 已经达到这种 登峰造极的地步了 已经被洗脑 洗成这个样子 就是说 美国那是伟岸的 那那就是像父亲 一样的一座大山 那是一种父爱 啊 那你只要说 美国怎么样 啊 怀疑质疑 那是不允许的 所以说 你就可以看到说 这次为什么在加州 他搞这个 啊 枪击 台湾的媒体 这边 必须学生都没有 都知道今天 我看自由时报 才刚刚说 哦 两名这个台籍的 啊 台籍的台籍的 啊 一开始都没讲 但你说 他们一开始会不知道 我都知道 他一开始会不知道吗 为什么压着爆 那就是丢脸的事情 我这么跪舔 但我的人在那边 还是吃花生米了 对不对 所以说 很多 包括我昨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文章 啊 把美国说的跟他妈天堂一样 圣殿一样的啊 我跟各位讲 其实美国啊 你去看 尤其是那些啊 很多中国人去地区啊 就是两岸三地区去 那地方都很破 那种程度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因为我也 我也去那边玩过啊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像台湾那些县城一样的 台湾那些县城啊 因为大家知道 台湾它所谓的市 它就是县 啊 说到这个 这个东西呢 我要举另外一个台湾妞的 啊 我 我的这个台湾妞的这个 例子 他是台北人嘛 台北人是说自己天龙人 然后当时呢 然后 这个 我不是 他 我不是跟他讲 我之前也交往一个女生嘛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呃 Georgia在亚特兰大的 然后他就说 呃 他是哪里的 我说 新北市 然后 哇 这个天龙人他也牛逼 他也说 哈 哎 好 他说 什么新北市 哈 那就是 呃 台北县啦 新北市 哈 这个给自己搞高大上 哎呀 他们这些人 真真的是 他就羡慕我们天龙人了 我说 我说什么叫天龙人 他说 天龙人就是台北人 台北人就是天龙人 哦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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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台北就是屁小姐 他都不管多大多小 那我住在西门厅那一边的 他什么 他说 他就骗你的了 告诉你什么 他新北市 哈 台北县 哈哈 我这想 台台湾女人之间也是 也是这个鄙视链 也是挺严重的 哈哈 然后 在那个南部 哈 那些 那那些地方哈 叫叫什么 叫什么 什么地方啊 就反正就说了很难听 反正那个 我也是 我也是服了 啊 所以说呢 就是说 给大家举这个例子 就是告诉各位 啊 真的 这一次的这个事件啊 这三起事件 包括今天我看 华盛顿州 华盛顿州也是 就是比较 我们大陆啊 比较这个 啊 过去的 比较呢 就是说小资一一点的 人啊 会选择在西雅图生活 因为西雅图这座城市啊 他呢 现在也不行了 也是到处是 枪 枪 极案 所以说呢 那边的 华盛顿州呢 包括波特兰 波特兰是不是 华 那个 华盛顿州 那个是俄勒冈州的 对 就是华盛顿州不就是 这个西雅图吗 那又发生这个枪 极事件了 那好几起 啊 当然这种事情 连着在 美国 因为华人也过新年嘛 农历新年的嘛 对吧 也是过这个 中国春节 那在这个期间发生这样的事情 去让人家眉头紧锁 然后呢 我想说的是 就是美国很多的这种 就是 老的中国人聚集区这些地方啊 就跟那个台湾的那些县城一样的 就是 松松垮垮 那个楼啊 破楼松松垮垮的 啊 就是 就是 就是那种状态 就你感觉到 就是破破烂烂的那种那种感觉 它不是 啊 他们吹的那样子 好像 怎么怎么牛逼 怎么怎么老逼 啊 那真的不是那样的 这种国家 资本主义国家 它是什么 它分阶层的了 分种姓的了 你 层次越高 它越有越牛逼 它那种区域里面都弄得强 安保系统非常好 啊 然后呢 里面的那种 那种设施配套很齐全 确实很漂亮 比如在洛杉矶 那些高端的那些豪宅区 确实是很漂亮 但也很荒凉 但也确实很漂亮 但有些地方 它就是那种啊 妈的 脏乱岔 啊 就那种 就那种感觉 啊 所以说我要举这么大一个例子 就告诉各位什么一个道理 就是 那天他那篇文章所分析的啊 所不叫分析 就是吹牛逼的 哦 我很多人不是 虽不是为了政治上去追求政治上的自由 民主自由 而是相对的公平 相对的怎么怎么样 我早就说过了 美国他的那个话叫 人人十二平等啊 那种平等只是法律义务上的平等 而不是现实意义上的平等 那东西是形而上的东西了 你觉得这个东西有平等吗 这个世界本身就不公平 你在哪 尤其在资本主义社会 那更加是不公平 资本主义社会 你是什么阶层 你就是什么阶层 什么美丽新世界 就是要搞这套种性制度 然后再对所有的人 底层的人进行巴普洛夫实验 就是说 当你的脑子当中 只要 你就对你进行电击的实验 就是说 当你脑子当中 想要去逾越阶层 向往上爬 你脑子里面就会头痛 就会有电击的感觉 这是他们一直以来 都在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 在中国 你相对来说 今天去美国的那些人 很多人 还是在中国这个环境当中 获得成功的 而你在美国社会当中 你想获得成功是很难的 为什么在中国 因为中国它是什么 上升通道 它不关闭的 因为它是 中共统治的 中共统治的 它懂得 如何维持这个国家的活力 那就是不能把 每个 就是说你是底层的 中产阶级的 富裕阶层的 它不会把这个通道 给它关闭掉 国家领导人也是 你可以是江泽民这样的小资 当领导人 也可以是胡锦涛这样的 也是在这种底层 是非红二代的 从基层做起来的 这样的技术官僚 也可以当领导人 也可以是习近平这样的 正儿八经的高干子弟 红二代 对不对 也可以做 对不对 又可以是打压江山的 老一辈的可以做 国家的这些大官 不一定说完全是这种家族 世袭治下来 像日本 像欧洲 美国 都是当官的 都是当官的 你看这个加拿大 你看那个特鲁多 他爹当总理 他儿子也当总理 对吧 你看布什 老布什 小布什 都可以当 然后美国总统大量的 都是来自于同几个家族的 来这样子来当 所以大家懂吧 这种国度 它是讲家族利益的 家族利益是大于民族和国家利益的 那家族要经营公司 那你很多人都是他的公司的员工 你没有利用价值就滚蛋 就去什么 就去美国街头流浪 它是这种性质 如果你还不懂的 并不明白 你说国内 你在奋斗的时候 你认为有很多的潜规则 或者说 人际关系比较复杂 但你OK 歇天歇地了 这个已经算是很好了 你去美国 你去看看 他的人际复杂关系 复杂到什么程度 你在公司里面 尤其是很多中国的技术移民 就是搞那些科技 互联网公司里面去上班的 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司上 他都是给你搞一些CEO 都是印度阿三 他在那地方 你中国人在里面上班 你日子是不是挺难过的 对不对 这个是 事实 不是咱们在里夸大 所以说 今天我想说的是 美国的国务院 回应麦卡锡 你访台的消息 美国国务院发言的 Nade·普莱斯 就是那个二椅子 他是当女性那个角色的 记者会上评论有关 国会众议院 凯文·麦卡锡 可能访台的消息是 美国国会议员 对自己认可行程的决定 是完全独立的 普莱斯说 当然国会是平等 且独立的政府部门 他们独立采取决定 包括可能的行程 此前 美国网站 原以一名消息灵通的 官员的消息接受 五角大楼正在为 众议院议长 凯文·麦卡锡 访问台湾的计划 做早期准备工作 预计上的春季进行访问 中国国务院 台湾事务办公室 发言人 马晓光 早前 评论麦卡锡 若当选将访台的言论称 实际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作为 美国政府的一部分 美国会作为 美国政府的一部分 因刻出一个中国原子 和中美三个零个公报的决定 对行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所以说 现在美国国防部 正在准备 就像佩洛西一样的 那个飞机怎么过来 怎么保护 他们确实是要访台了 这个概率是很大的 所以我要想的就是 你今天他妈的 还傻逼在往那边论 我跟你讲 你真的是能傻到 傻出天际了 如果你今天在美国的 还没有加入他那个国籍的 因为退国籍很麻烦的 那也就算了 你还没加入的 只是你是持工作签 或者说留学签的 差不多该撤回来了 因为今年 这种概率是很大的 他要打爆的 解放军现在在那边的 这种军事演习 在台湾 他不是像以前在禁海岸 他现在在台湾家门口搞 但那就是随时待战了 包括所谓的韩国 日本跟美国的 所谓的这些参谋长 你注意是参谋长 他们要在夏威夷开会 可能要做些什么应对 或者说要干傻事 我们都不是很清楚 这个东西我们要来分析的 所以说 今年 中央军委一号令也没有发布 那就是 不跟你搞训练 那就是要搞实战了 所以说 我讲了那么多 解释了那么多 目的就是一个 今天你要觉醒 你要知道这个真相 我还是那句话 现在是族群之间的斗争 你明白吗 你如果还看不懂 还不了解 老兵只能说 祝你好运了 Good luck 谢谢各位支持